现在我们来做Docker Network评估Hand on Slap 第一件事我们可以尝试 会将保机连接接接接接接接 提供 这里有几个组合设式模式 逐个Command试试 第一个问题 上面有我们遇到Docker Network 其实你可以看到它有一个Command Line的Tools 有什么视频可以试试 这样我们可以试一试 稍後我們會用Create、Inspect來看 然後我們就List這個Network 你見到你CREATE了DefaultDocker 它就一定會有一個Beach Mode、Host和None 簡單來說這個就是會Share你真那部Servoir的Network卡上網 其實它會拿到一顆真,變成Beachry 有Switch在那裡 接著其實Host會上不到網上不到街 只能跟Host communicate 接著如果你之間完全不想它有任何Network Traffic 你選擇的Network卡就會用None這張 它會輸出三張給你 接著我們可以看看什麼是Beach Mode 我們可以選擇一個Command 它會inspect一下Beach那張Network卡 這個其實是一個Virtual Network 我們可以看到其實它會在 你見到它有些Setting 你看一下它寫了一個Beach Mode 接著它也進入了一個Beach 它的Network IP Address 如此類和它用什麼Driver都會看到 好了,現在你看一下算了 其實我們待會再看看其他 看看Docker Info Docker Info這裡 就是代表Docker的Service 其實它安裝了什麼 可以看一下 其實現在這裡最重要是 想你看看 究竟Driver 因為其實它這裡也跟你說 有一個Driver Network Driver 就是Plain 其實你可以用哪種的Network Setting 就是 Depend on Plain上面有哪種Setting 其實這個可以再加的 其實大致上 現在的Docker就是這樣 然後我們再List多次 剛才已經走過了 List多次 我們看看最底 1,2,3,3張Network Card 好 現在我們就會 Round Command 在那部Host 其實想再加一個 加多一張新的Network Card 給它 我們按一按 Update 接著就 Add一個新的 就叫Beach 的Tools 其實這個是一個Command 9 其實是一個Linux Command Tools 它可以和你製作 自己製作 E5Net Beach 在那裡 我們現在就 試一下 玩一下 玩不玩 其實看到 有第一張 其實這一張 就是剛才我們 List Network的時候 Docker 0 其實它給你 它給了一張 Virtual的Beach 在那裡 OK 接著 再看看Network Account A 你可以看完 現在這部機器裡面 有所有的Network Card 當中其實你就知道 這些是虛擬的 看到了 其實你之後 如果你玩了VMware 你發現它會多幾張 這些東西 Docker也有一張 是他們的Virtual Beach 那我們就 玩了一陣子Network 接著 現在我們想 玩一下 Container有關的Network 第一件事 其實預設 你開任何Docker 在裡面 它就會連絡Beach 那張 我們現在試一下 就是找一隻Ubent2的Docker 找一隻Ubent2的Docker 其實卡住完之後 就在這裡 就剛剛走完了 OK 剛剛走完了 那現在這個機器 在背景裡走 D 就detached 沒有那隻背景走 好 Docker PS 你就可以看一下 它在找 其實你要拿回ID 我們要進去背景裡 那 然後 提出PS 然後你看到這裡 你看到 Network Interface 其實 現在這個 就是 Docker 0 那張 其實ID 就是這個 Network Card 好 看到這裡 我們再 inspect 那個 Docker 那張 Docker 你看到 你看到 現在你這樣走 你應該會看到 Container 看見到它的名字 這裏 其實你還未開機之前 就應該沒有 但你開機之後 你就會看到 剛才那隻Docker Image 就用這個 Beach Mode 然後拿這個IP 就在上網 我們可以拿回ID 看看 其實你之前看 inspect的時候 那個result 你會看到沒有 沒有 沒有Container 那你現在在走 你預設多了 其實你有幾張 Nerror Card 它連著 這個就是一個實驗 究竟哪張Nerror Card 連著什麼機器 其實你用這個inspect command 你就可以看一看 好 其實現在我們想試一下 究竟 究竟 在DockerImage 裡面 現在我們走到這樣 究竟它會不會說 拼不拼都想不想看 那樣 我們有 第一件事先 我們先 Docker PS 看看 看看 Docker Container 的資料 來多次 在這裏見到 我們現在用Interactive Mode 要進入 container 那裏 我們要 吸收 它 進入機器 然後Pink 在這裏用Ctrl Shift V 然後 進去 這裡 然後 我們要回 頭四個號碼 2 D 3 2 現在 我們在這裏 你看一下 進入 螢氣 進入 container 裡面 我們現在 因為這個 要Pink 我們要安裝 Pink 因為Docker很乾淨 Pink 還未安裝 現在裏面 先安裝Pink 現在 現在 在 Image 裏面 我們 安裝完 可以 填 一下 吉他Docker OK 其實 你這樣 試到 現在 Docker 走路 你知道 你一定是 遇到 Beach Mode 所以它是有能力 可以上網的 好了 其實 這個代表 它可以出街 但其實 它未必 進入不到 有出沒有入 如果進入 要用NAT 我們現在 試了 UVENTO 是OK的 我們exit 它 離開 Docker 接著 停它 無謂開著 背景 那 就是 剛才 看到的 ID 就是 2D3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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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那 我先停它 整停 先停 整停 整停 它 它正在停 我們現在再看看 其實 如果帶來的問題 你能夠出街 但如果你想別人可以進入到 你那個 container 其實就要靠NAT 因為其實你host 那裏 其實你只有一張靈卡 因為剛才說 Virtual Beach 但其實外面世界 對於外面來說 你永遠得到 真的 server 的IP 那 我們現在 其實這些command 之前玩過 如果你 設定了 Port Mapping 它 就會再在 Bitch 後面 做回NAT 讓它可以做連線 然後 找到 Running 這個command 其實就會 boot NGX server 現在它在 背景 走 Port Mapping 就要用真機 真機的8080 Map 到container 中的80 就是那個Web Server 好了 那你Map 之後 我們可以多加PS 看看構成 現在是否正在走 現在你看到它 Running 還有 你的Port Mapping 你仔細一點看 Port Mapping 那裏 你會見到 它做了 00 即真機的8080 Map 去Docker Image 中的80Port 我們現在 你這樣走 你可以試試Crewo 它 你要用上面的機 你試Crewo 即是HOST Crewo Docker Image 可以嗎 其實你用了Logo HOST 就這樣玩就可以了 因為它的8080 就Map 進去NGX 裡面 就看到 拿到NGX 預設Web Server 的頭版 那現在 我們要做 就想再試 那個Network 玩overlay的Network 那其實這個 是什麼意思呢 因為其實 你做到 你很少 一部機 做完整個Custer 其實 我們現在 玩Swarm Mode Swarm Mode 如果你問題 怎麼可以 機和機之間 聊天 或者 怎麼做 communication 因為其實 它好像 好像根本就是兩部機 其實呢 它做的方法 就是會做一張新的Network Card 叫Overlay 的Network Card 其實這個 就有點像 VMware 的VSwitch 其實你可以說 其實它做到的效果 就是好像你兩部機 或者十部機 搏在一起的時候 有一隻Switch 一次過搏通它 其實在common switch上 所有Docker都是 那我們現在 我們試一試 第一件事 就是這裡有兩部機 要搏在一起 搏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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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要用Swarm Mode 之後我們會搏在一起 搏在一起 OK 搏在一起 我們調整了這個Token 就可以做连線了 上面的Token 把的東西拉大一點 才可以搏在一起 不然你吸取的時候 就難度 然後現在這裡 都吸取好它 那 Ctrl Shift Copy 接下来,接下来,接下来,接下来 现在你再买了两部机 之前做的就是两部机卖了方式的Caster 接下来,如果你在Master,Docker Note List 其实你会看到,这个打个星是Master 这是Leader,接下来,接下来有两个Note 现在的问题是,我要走一些东西 我们两部机都开了一些Docker Container 试试它能不能进行交易 但是在做这个之前,其实我们就 因为他说,我们要create一张新的Overlay Network 让他们迫在这个Overlay Network上面,他们就会通到 但是现在你可以,他就说,按完这个先List来看 或者我们先停一下,我想停一下List 现在,例如前,你会看到,你试试了Swar Mode 其实他都会regen了一张新的Network Card 给你,看到这些新的 但是如果我们要做一个,即是整个组 其实你都应该可以迫在这里 但是我们create一张新的Network Card 或者是用某一个Application 那现在我们create了一个新的Network Card 叫Overlay 那名字刚好 Overlay叫Overnet 那我们就... 就是整个名字 那你再卡一卡 那你List 你今次,刚才弄了一张Overlay的Network Card 就叫Overnet 那你会看到,Swar Mode 那其实这两个差不多 那我们现在弄了一张新的Network Card 那其实我们List一下它,你看到 它就会多了一张新的了 那它这个output应该不适合 那我们呢,要inspect一下 我们新做了一张Network Card 那你inspect它的时候 你去看一下它的结构 你可以看到它这个Type Driver 就是Overlay的Driver 那,很有趣 因为如果你没有container在上面走 你看到那张Network Card 没有什么看的 那你先看着它什么都没有 那待会开了container 那你会看到它之间的Community 那些setting 好了 那现在呢,我们就create一个服务 那其实开两张Ubentu 那就无限睡觉 Ubentu跟刚才那个Command 一样 那名叫MyServices 那就用哪个Network Card 你现在在这里选就OK 那其实是boot机 你选哪个Network Card 那我们就选择我们这张Overlay的 接着呢,就开两张 那其实开两张 那你也知道,上一张下一张 好,那一次就boot了两张 的DockerContainer 好,接着呢,我们就list一下服务 那我们刚才create了的服务 就要两部机都有 那服务就会长开不散的 那先list一下服务 那看到啦,我们刚才给了服务名 那,也有MyServices 那, thenVepicCard 那,PicCard 那,也有两部机 那,接着就再inspecta 那,PSE 那。那一次就是DockerService 的PSE 看一个服务名 那你在看一看 再练口压说一下 那你会看到两个容器 那每一个容器 就会各自各在两个不同的Node 那你会看到两部机都在走 那这个情况下 那两部机都在走 那对于它来说,我们怎么样做Communication 其實剛才引擎了Overnay之後,其實我們可以繼續測試一下,其實兩部機器會通的 我們現在就再列好Network 我們按Dopcon List,下面那部機器動了 其實下面那部機器你也看到,其實之前你應該不會看到這張的 但其實因為我們還沒走,走的應該看不到這個 我們現在左一隻右一隻走後,Network卡其實兩邊都有這一張 好,我們現在就inspect一下Network 你可以看下面的,最有趣是看Pier Pier,這裡是198.17,198.0 其實這裡其中一部機器,如果你看到Hitory 上面那部機器是100,這部下面那部17 其實你的Pier這個Magic就是這裡 這裡就是Overlay了Network,包起來了一層 就令它自己的Internal Tone 然後有一隻容器在這裡看到 其實在這部機器裡面的Network卡 其實在這部機器裡面的Network卡 就是Container的IP 這部機器2號 如果你上面打這個Command,你會叫1 那就有Magic在這裡 好了,現在我們inspect了上面 我們其實現在想測試一下那個Overlay 其實在測試之前,我們又去Nope 我們再看一次,inspect一下 你看一下,上面看inspect 18,17,17,18 然後上面,你們看吧 就是Network卡插著VM 上面插著一部,下面插著一部,一部 一部,Internal Network就是5 Internal Network就是6 然後你可以看到ID不同的 兩隻VM在這裡 其實所謂這個Container的Network設定 你可以看到一個SIDER Gateway 其實這裡有Virtual Network 好了,那我們現在呢 上inspect一下,inspect一下 看了呢 那我們的Block Card PS 就是上面這部機器 那看到啦 剛才這隻NGX還在走著 沒有Kill到它 有它擺放的所謂 但是現在我們想進去這隻UVM2 那邊呢,就提示一下 上聽到下面 好了,那我們現在呢 就Dock Card X 那我們就execute Interactive Mode 那我們就要進一進去 因為Ctrl Shift V 啊,sorry,這個不對 這個,沒有吸到 那我們現在先進去 我們先進去 highlight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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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Copy 然後貼上去 然後貼上去 那麼呢 你PS了 那要投死的號碼就可以了 那我們看一下 這次就是 7 7 0 2 D 好,進去 迷你的Container裡面 那我們接下來就去 這隻BootEvento 你再boot過 那剛才那個Command Line 你再boot過 其實它是新的 那你要幫它裝上Pink的Tools 那我們試一下 那我們試一下 靠差Pink 那我們呢 已經看了 就要Pink一下 它對面的部機 那我們呢 就 那這裡應該就 10.6 那我們就Pink一下它 Pink一下它 那每次boot都不同 所以你要看下面的setting 那我們現在下面的步 就是6 那這樣就通了 上面可以Pink到下面的用器了 OK 那但是 如果你要玩這些的時候 你會發現 嘩這樣記住 那個IP都幾煩的 還有一個問題 你都不知道到底那個IP是什麼 因為你的機器都會散 走來走去 那如果用IP不好 那其實我們玩Micro Service 其中一個重點就是 我們會玩 它的Service Discovery 的概念 就是當那些服務 起了的時候 我們就 不會用IP的 可能會用Internal 做一個DNS 幫我們保持著 Docker在哪 那其實這裡 在Docker Spawn Mode 其實也有做這個magic 那我們現在 都走去 我們再去下面的機器玩一下 上玩一下下玩一下 那我們先看看 其實我想進這部機 我先進這部機 7A52 7A52 那我這次是用下面的機器來試 7A52 7A52 我先進去 那我進了去 其實我想CAT一下 不過其實上部機看 下面的機器看也一樣 我沒什麼所謂 那其實我上面的機器看也一樣 我也去進去 那我們進去之後 CAT,據理看,為什麼它們會通通的呢? 其實Docker就會改了裡面的隙間溫的時候,它會改了那個resolver 其實它會不斷改,它會有DNS,你見到Internal的DNS的時候,它就會處理了Name的問題 所以你拼它的時候,你下拼箱,上拼一下,其實你都可以試一下 你不用那個,剛才是用IP的,其實不用IP的,裡面有DNS 這個,你見到Name Server,這個特別的東西就是它做了事 我們就貼上去,Ctrl Shift V 你看到,它都拼到的,它都拼到的,這個是4 下面的那部機器,如果你想要拼,你應該要裝東西的 或者我都做,我都玩一玩 那你鍵它會裝東西的,所以你不要鍵 鍵它會裝上面的那部機器,那下面的那部機器你想玩一下呢? 那就一樣的,你只要裝一裝它 然後我又拿了這句 然後我拼一下,我拼一下這個My Service 來,打吧,沒辦法 來,一樣OK的,一樣OK的 好,那試到這兩個啦,其實我們上部機下部機都OK啦,都拼到的 其實玩完了,我們可以 其實玩完了,我們可以 Exist 回它,離開一隻 container 然後你可以再inspect 一下它 那你看一下,其實就 其實就 這裡,My Service 你看這個Service那裡 其實它是最重要的,讓你看一下 你看一下那個 那個Network 它想你看一下那個Network 那這些沒什麼特別,因為其實你inspect container 它有什麼特別設定啊,所有的古古怪怪的 其實你看到它可能 RAM CPU也有限制,流流流手都拼好 有一個Image特性,在這裡都拼好 但是,我又想看一下,其實看Network 其實剛才那個Virtual IP 這個,你想可以看一下這個 還有,用哪一個 你最煩 好,那其實這裡呢,看就看不到 其實就,下面,上面有很多都是這樣玩的 做完呢,其實我們就想clean up clean up 你就要第一件事,上面呢 你就先 remove service 服務 remove 了它 服務沒有了,然後再ps 你看看,其實status 還是8分鐘自然裝 你看到它,下面被人cute,因為cute上面的服務應該也會cute 好,如果那個容器還在,其實這些呢你想cute,即是想剷清它,多加cute 其實都試給你看一下,70ED 還有呢,殺了NGX 啊,9D,3,2 找不到,打錯了70ED,哦,70ED已經cute了 看得像,cute了,沒有了,因為剛才cute的cute 我看得像,做完了